大家請坐 我要很隆重的來做一個見證 就是基督的功效 主要說基督一直福音裡面 很多人都跟我們說 您求必得 早必找到 敲門必給你們開 我很清楚的 體驗到了這一句話就實踐了 在我舊職嘉義教區的主教 那是2008年開始 有好幾次的機會 來到我們倫貝天主堂 還是在主教公署 讀到我們的教友 好幾次跟我說 倫貝天主堂那個舊堂 落後天的燒會流風 聖堂不夠大 因為我們的教友發展得很快 所以 行幾天要參加彌撒的 大家都搶著要到聖堂 早一點到聖堂來 因為晚到的一定沒有位置 晚到的人呢 他必須要帶著小椅子 小椅子聖堂裡面排不下了 所以要排到外面去 那下雨天喔 他們坐著小椅子在外面參加彌撒會淋雨 太陽大的時候也是很熱 好幾次來跟我說 說我們倫貝天主堂應該要重建了 我聽到了倫貝天主堂發展得這麼快 我很高興 也很感動 教友們不會說 因為 望彌撒會淋雨或者是會曬太陽 而就沒有來參加彌撒 不是這樣子 他們是要求要改善 所以聖堂要重建 所以他們提了幾年 後來呢我就說好 那我們就開始啟動 啟動我們的參議會 我們參議會就要提出這樣子 一個議案 那經過參議門的完全的通過 也很加許 我們陸佩天主堂的教友 一個心 愛教會 所以那時候教區我們就定出來說 教友們努力的按照你們的力量 你們出錢 你們募款 那如果我們聖堂的教友 我們能夠抽到三分之一 教區就會補助三分之二 教友們得到了鼓勵 他們就開始了 開始努力 那教友們也不是非常非常有錢的 可是看到他們的表現 真的很讓人感動 那教友們也大部分都不太會講話的 可是因為這樣的激勵 為了要蓋聖堂 那我們容許教友們到我們嘉義教區的各個聖堂 去宣傳去募款 也感謝各個聖堂的幸福和教友 都讓輪佩天主堂的教友去宣傳 然後彌撒完了也有募款 所以這樣一次一次的累積 那在最近六年來 因為這個錢慢慢募到了一個樹木了 所以我們就開始有行動了 我們找了建築師 也經過筆圖 我們教友的建堂委員會 就選擇了這一個 這個建築師 我們的郭建築師 他所設計的這一個圖樣 那就逐漸的往前走 六年來 教友們不斷的在信友導持 不斷的在早晚課當中 祈求天主 天主請你賞給我們一個新的聖堂 賞給我們大一點的聖堂 讓我們大家可以在這聖堂裡面 一起來熱心的祈禱 在這個聖堂裡面 來跟天主來交會 在聖堂裡面 能夠來參與彌撒聖跡 聽天主的聖言 所以你們一直每一天 每一個星期每一個月 一直祈禱 就這樣子的不斷的 這個美麗的聖堂 就逐漸的就蓋成了 所以今天我可以跟大家的見證 這一個聖堂是教友們大家 熱心的祈求天主 你們向天主求 你們就得到了 你們跟天主敲門 天主就給你們開門了 所以面對著這個新的聖堂 在錄成的時候 我先感受到祈禱的力量 很清楚的 每一位教友 你們都知道 你們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特別是這五六年 你們一直關心的這個聖堂 不斷的祈禱 捐款 所以這個聖堂就呈現在你們面前了 天主答覆了你們的祈求 是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派一首鼓掌來 鼓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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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堂所辖的几个地方 我们真的很难得是天主特别的照顾我们 天主修术 让我们特别的祝福 大家想看看 在我们这个地方 民间宗教林立 怎么只有我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 怎么只有我们能够 成为天主教的教友 所以这一定是天主特别对我们的爱 那就赏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当然我们从这个教会的历史来看 在我们这间圣座的后边的地方 有从1905年开始 这个福音就团告我们的这个地方 在那里祖宫啊 太祖宫啊 宗亲老先生他就接受了信仰 把孩子都带去听道理 灵洗完了 灵洗完了不是就把信仰放在一边 灵洗完了以后就每一天一直实践这个信仰 念晚课然后在生活当中 以听耶稣基督的训导来度自己的生活 到1934年呢 在水尾那个地方就盖了一个圣堂 那也在那个地方 神父到那边举行以沙有很多时候 后来呢 在文贝这个地方就盖了一个比较小的圣堂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教育要不太多 但是后来慢慢的发展 所以田柱对这个地区的人们特别的喜爱 他逐渐的赏赐救恩给这个地区的人 但是田柱一起先经过我们 我们先接受信仰 然后主耶稣基督给我们使命 我们要用我们的信仰再把它传出去 所以我们回顾一百一十五年的传教时 就让我们很深切的 就体验到在陆北兄这个淳朴的沿海的小镇呢 但是有一个特别蒙受天主祝福的地方 也就是天主特别祝福的人 就是我们呢 天主特别竟然要烂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教育 实际信仰的结果 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会 还保持这个传统念碗课 齐聚在小圣堂里面 弓念玫瑰经念碗课 我们所期盼的这个宝贵的信仰呢 那慢慢的逐渐的砸根 在我们的孩子 在我们的孙子的心坎当中 这种精神是在令人敬佩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伦贝天主堂有好多的青年 有好多的小孩子 主日学的小孩子有好多好多了 因为我们年轻的一代姐夫以后 他们有孩子 一定把孩子带到圣堂里面来 来接受这个主日学的训练啊 所以信仰非常宝贵 然后呢 我们也把这个信仰 在生活当中把它度出来 他刚刚我们听到的福音 弱射跟玛利亚 很着急啊 在找耶稣 到处找耶稣 都没有找到 最后在哪里找到耶稣呢 在圣殿里面找到耶稣 有的时候我们在世俗当中 在社会上要找耶稣 找耶稣 不容易找到 但是我给你们保证一个地方 你们可以找到耶稣的 你们到圣殿里面来 到圣堂里面来 一定可以找到耶稣的 特别是我们的圣堂 我们都有圣体堪 今天祝圣以后呢 里面就会放着圣体堪 耶稣圣体他就在里面 我也很高兴 我们这个圣体堪是很特别的 这个圣体堪 你要朝拜圣体 就把那个盖子 盖子一打开以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圣体了 所以这个是直接从罗马 罗马我们的朋友买了以后 就直接从罗马寄过来的 是台湾极流这一个 所以是很难得的 我们要到圣堂里面来找耶稣 所以那么发觉到圣堂的重要 假如你没有圣堂 在这个繁杂的社会当中 要寻找耶稣 实际上是要会非常的吃力的 那当我们工作之余 那我们有空了 来到圣堂里面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耶稣 所以这个信仰 就是耶稣 他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 那只有耶稣基督 他才是我们唯一的依靠 我们在这个圣堂兴建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到我们是非常的福气 但是为了盖这一间圣堂 这一间圣堂呢 我们大家 隆贝天主堂的教友 以及我们今天参与的 我们自己的教父 神父修师修女 还是教友 也都 好多弟兄姐妹们都捐献 你们的捐献就成为这个圣堂的一部分 我最非常感动的就是 为了要建这间圣堂 我们有领老的阿伯阿伯 一听说我们鲁贝圣堂 要盖新的圣堂的时候呢 他们把他们毕生的积蓄 我们讲的就是棺材本啊 把他毕生的积蓄就捐出来了 虽然不是很有钱 五万十万就把它捐出来了 所以这个很让人感动的 我们讲的是那个是他的老本啊 可是他没有保住他的老本了 就为了盖圣堂就把它捐出来了 所以很让人感动 也不只是年长者 年轻人 我也听说了 我们有不少的年轻人 他们把他们一年工作所得捐出来了 小朋友们 家里面放着纯田筒啊 放着那个小猪 那他有零用钱就投进去 后来 拿到圣堂来捐献 所以这个圣堂盖得这么漂亮 但是 一点一滴 都是从我们的穷寡妇的两分钱里面拿出来的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 我们有阿伯 有一个阿伯 实在是我们的模范啊 就是我们的老会长 大家都知道老会长 一滴 中群又老先生 他虽然是在他生命的末刻 躺在他的病床上 常常一直想着圣堂现在盖到什么程度了 盖到什么程度了 一直要问他周围的人 要告诉他 现在已经到第二楼到第三楼了 现在阴架拆掉了 一直很关心 在生病当中还要孩子抬着他 来看一看这个建筑 然后他很操心 他确实是把他的 棺材本捐出来了 后来 天主的安排很奇妙啦 他就没有办法 他本来是 本来一直想着说 今天他能够跟我们大家一起参与 来看到这个新的圣殿的落子 可是他没有办法 我们的教友们 也很棒 因为知道他的遗愿 就是要看到这个圣堂 所以在他殡葬的时候 故意把他的棺木 就从所有村 就一直走到圣堂 把他的棺木放在大门口那个地方 停了一下子 让他在 在门口看个够 然后再送到父母去 所以这个圣堂的 这个圣堂的落成 里面有好多感人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 隆贝堂的兄弟姐妹们 你们真的很棒 我也深以为 我是伦贝堂的一分子 感到光荣 感到骄傲 给你们鼓励鼓励 然而在这个 这么漂亮的圣堂 刚落成的时候 我要给大家一些期许 因为这个圣堂 虽然已经盖成了 可是这个是硬体 硬体 让我们在里面 来享用这个硬体 重要的是什么呢 重要的是那个软体 那个内在的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从此以后 就可以享用 这个这么漂亮的圣堂 可是如果我们光 只是欣赏这个漂亮的圣堂 没有帮助我们的内在 我们的内心呢 那这个就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给各位两个勉励 第一个呢 我们每一位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圣殿 因为我们领祭的时候 当我们领祭的时候 主理者给我们倒水 说我应付及子及圣神之名 给你受洗 为那个时候开始 天主圣山的生命 就进驻在我们内了 天主躲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我们就是宫殿的 我们说国王住的地方 叫做王宫 天主住的地方就是圣殿 我们领祭的时候呢 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 因着天主圣山领祭的时候 我们都成为圣殿了 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为了世俗的事情操心忙碌 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圣殿 让我们的圣殿都是很杂乱啊 有没有常常清洁我们的圣殿 有没有让我们的圣殿是天主圣山 喜欢居住的地方 所以这个每一个人的使命 当然在这个圣堂里面 常常可以洁净 可以洁净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 都成为圣殿 成为天主圣山 他喜欢居住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勉励大家 每一个教友 我们都让我们自己的身体 是圣殿能够更加的洁净 那第二点要勉励大家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团体 我们沦沛天主堂的教友 那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 就组成了一个教会 那因为我们这个教会 是一个活的教会 我们这个教会是一个活的教会 不是说一间圣殿 就一顿人 每周都来这乘个弥撒 后来出去消灭 就过到小小的生活 这样而已 这个圣堂它的功效 发挥的是相当有限的 这个圣堂里面 因为里面可以行圣事 可以举行弥撒 那听天主的圣言 领受耶稣的圣体 我们充满了天主的恩惠 所以我们这个团体每一个分子 我们的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精神 领圣体了以后呢 我们要把耶稣基督的精神 带到外面去 我们周围还要那么多的人 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要去福传 我们要开木道班 不但不断的开木道班 然后呢 也不断的让我们这个 这个 隆背天主堂的这个团体能够成长 这个 基督的奥体能够逐渐的成长 然后我们不只是信仰 我们自己的巩固我们的信仰 然后把信仰穿给别人 我们那个爱德 我们也要表达出来的 就我们特别要跟大家恭喜的 就是说原先我们要盖的圣堂 就是小小的一个圣堂而已 原先你们的设计 就只有大概两千多万而已 一个小圣堂而已 开始的时候 你想的是说 就每周来看密室 我们料得好 新两个门就设起来 这样而已 那多可惜啊 当然是我们的参议里面 是想说 那既然你要盖一个圣堂 要盖大一点 然后要多功能的 圣堂不光只是主日天的 参加明撒晚的就关起来了嘛 所以有点太 做得太小了 所以我们要做大 做大 所以呢 我们要设计的 我们旁边的 所以我们有成立的日照中心 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感谢的 就是我们若社社会福利基金会 他们就马上来了 然后很快 很快的时间 就把这个老人的日拖 办得相当的好的 我们今天的我们的李院长 还有副院长 还有那个我们日照的一些同仁们也都在我们当中给他们鼓励鼓力来 我们要结合他们 因为这个圣堂是一个福传的团体 我们一个行爱的团体 所以有时间来陪伴这些我们照顾的这些老人家 要跟他们有互动 那他们都是我们福传的对象啊 因为他们就每一天都高高兴兴的来到我们的圣堂里面 来接受 来 他们也在成长啊 所以心灵方面也希望他们能够成长 然后不断的我们也幻灵好多的人都能够到我们这个圣堂来啊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轮背天主堂这个教会是一个火的教会 是一个信仰很堵实的教会 然后呢 我们也是一个有爱德的能够到我们也跟到轮背乡以及各个村庄能够行爱德 当然我们最棒的是我们教区因为我们有弱势医院也可以结合他们 我们也可以去医疗的传爱 弱势医院他的医疗传爱可以借着我们这个圣堂也可以做得更大更好 所以我们教会要结合起来 社福机构跟我们的教堂跟医院我们都要结合起来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因着这个新圣堂的落成呢 那我们的这个福传就做得更大更活泼 那天主呢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受到光荣 那天主堂的降福一定也会临到我们这个地方 愿天主降福我们的轮背天主堂 降福我们这个圣堂的所有的教友 也祈求天主降福我们今天一起来参与这个圣堂 落成祝圣启用礼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 愿天主的恩宠丰厚的赏给大家 阿们 多嵌 预告 花丁 Tsch oul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